皇上,翡翠宫那边的墙头上,不知为何出现了一大群野猫,蹲成一排不停地叫唤着 怎么回事 老奴,老奴也不清楚,翡翠宫里的小孩子也在喉 这大晚上的野猫和小孩都在叫唤,不太吉利啊 哎,原本还想趁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扣住赵轩和安平 这下,看来是扣不住了,你赶紧去传旨,提前将这些孩子们给送出去 大太监点头,正准备退出去 慢着,二公主过手有野猫来聚会,一旦这些传闻散发出去 对皇室,对二公主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我跟你说 于是阿宝他们几个,就这样急匆匆的被宫里给送了出来 阿萱,阿宝的名声,不会,被坏了吧,宫里最会颠倒是非了 阿宝没有名声啊,现在街上的人都说,我们四个是小傻子,阿宝是大傻子 大傻子难道不好吗,大的胖的就是好的吧 哼,阿宝早就不想当小三三了,阿宝要当大三三 而且,而且夫子还说了,说大傻子就是聪明的 越傻的人越聪明,留夫子说的话,绝对不会有错 哼,这是什么话 难道是大只若鱼 就在二公主声称过后的第二天,宫里有人开始传消息了 说二公主的翡翠宫昨天之所以会引来那么多野猫 都是因为孩子们中有不吉利的人 说来说去,这事儿就被忽在了阿宝的身上 宫里的怎,怎该嘎啊 明明斯拉二公主有问题,想要险害打扫野他们 怎么还把脏碎王阿宝的神嗓婆 哼,这群人,就是忌吃不忌打,多打几次就老实了 梁家和张家那边你去传个话 这些留言就不要传到阿宝他们几个耳朵里去了 以免影响他们学习 词,朱子,对了,索期休息 阿宝他们如今比子浅侵犯了须多嘞 哼,毕竟,破山书院下个月就开始招生了 阿宝他们也得凭自己本事考进去才行 心里多少都有点数儿 九毛,你先去把阿宝叫过来 词,朱子 爹爹,九毛叔叔说你找我 你是要带我去花楼看唱戏了吗 我已经好久都没去花楼了 今晚爹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你昨天不是没看过猫吗 阿宝一听,欢喜地朝着赵横点了点小脑袋 嘿嘿嘿嘿嘿 苏家位于城西兰花街 这边住的大多都是文臣 其中就有二公主的母妃,苏妃的娘家 吹哨子 这件事情已经要办成了 赵横带着阿宝就迅速转移了位置 当瞧见一群野猫都凑在苏府周围的时候 赵横带着阿宝离开 事儿办成了,爹带你去清河街吃点心 不行啊,我要回去投悬粮 爹爹,你能不能让人把点心买回来送给我啊 嗯?投悬粮? 对啊,我,我要当聪明小孩的 正经小孩儿哪有吃点心的 啊,爹爹不吃点心,能去看戏吗? 赵阿宝,不要蹬鼻子上脸 但凡阿宝要看戏 十有八九会一边看戏一边吃很多东西 还忽悠你老子,不吃点心 阿宝剁了剁小脚脚 只得乖乖地跟在赵横的身边 第二日,兰花街苏府 大晚上聚集了野猫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二公主翡翠公聚集野猫的事情 又被翻了出来 至此,二公主不及的名声 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 毕竟,苏府可是二公主的外公家 这都是有关联的 就在苏府和二公主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宫里那边又来了旨意 说让王春娘进宫一趟 王春娘被太监们 直接带到了后宫苏妃的住处 苏妃也就是二公主的生母 不知苏妃娘娘找我有何事 王锦,你们夫妻俩为何如此狠心 公主她只是小孩子脾性 你们都是大人了 为何还要跟她一个小孩子置气 更甚至还要连累我的母族 苏妃一派柔柔弱弱的模样 王春娘甚至连忍耐的意思都没有 眼里的嫌弃 已经明明白白的流露了出来 呵呵,苏妃娘娘 我可不是皇上 不吃你这柔柔弱弱的招数 二公主是个小孩 我女儿就不是了 我女儿不及的流言 难道不是你们传出来的 你们有什么脸 往她身上泼脏水 王春娘往前走了一步 逐渐走到了苏妃的面前 你,你要对我做什么 王春娘伸手轻轻地 俯上了苏妃的脖子 她微微一侧头 凑在了苏妃的耳边 王锦 你,你要做什么 这可是功力 再动我女儿 我会让你和你们苏家 声不如嘎 也想着用皇上压我 说到底 皇上还欠我一条命 我就算嘎了你 她也不会说什么的 说完这些 王春娘伸手拍了拍苏妃的脸颊 听清楚了吗 苏妃娘娘 苏妃的身子逐渐地僵硬了起来 瞳孔也跟着放大 呵呵 我跟苏妃娘娘不一样 可没有从小学过什么礼仪廉耻 所以 你要是再打我们家孩子的主意 我只会让你嘎得很难看 你大概不知道 我要是疯起来 你我夫君都是厉害的 你觉得 一个小小的苏家 能挡住我的怒火 听话些 别让我再来这里了 你们这功力挺会气的 王春娘又拍了拍苏妃的脸 语气嫌弃的道 人若是笨 就该老实一些 也整天整幺蛾子 那都是聪明人的游戏 王春娘说完 转身就走 一时之间 苏妃的功力乱成了一片 而这消息 也很快传到了裴文帝的耳朵里 呵呵 她就这性子 苏妃是个小胆子 人又喜欢拐弯抹角 王锦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 裴文帝言语间 竟然没有任何同情苏妃的意思 船指下去 苏妃禁足 大太监点头 还有 赵家那边 暂且先放一放 哎 这赵家还真是一块硬骨头 油烟不尽 要是乍然惹毛了 线下也不好看 毕竟 明面上还得给百姓们留一个后代赵家的模样 另寻时机吧 现在还不是好时候 则